我每天都会去看 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个喜欢 和真正意义上的喜欢区分开了 这种喜欢你可能是小时候不懂事 但是别跟爱情混为一谈好吗 所以人生就是这样 你当走一步回头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时的你非常幼稚 希望你能够很快成长 祝贺你 但是如果我今天不站在这里的话 我七月份就要出国留学了 我怕如果今天我见不到他 你不走了 对 我会不走 我不见到他我就是不走 那你见到了他又能怎样呢 我要亲口告诉他 我有多么喜欢他 没有他我谁都不要 你现在眼睫毛已经掉下来了 镜头上会比较难看 你是愿意以真实的面目 见你的偶像 把他现在就把他撕下来 耍脱一些 好 掌声再次送给他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以真面目见自己的偶像 我觉得还是挺有勇气的 如果见了他 但是不是心中所想 那怎么办 不会的 通过他的微博 我已经足够了解他这个人 所以即使就算有些反差 但我还是会喜欢他 你们三给他加油呗 你们三给他加油的具体方式 是把自己的眼睫毛也撕掉 真撕了啊 带头了 对 这才是姐妹嘛 谢谢你们 来 接下来请你站到 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 在开启告白之门之前 有必要问到你几个问题 小呆 你觉得他会来吗 我相信他一定会来的 如果他来了之后 和你所想象的 所了解到的反差极大 怎么办 我不在乎 不在乎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已经更喜欢他了 我喜欢到他 就是可以帮助他所有的缺点 那如果他说 我只能跟你保持偶像 和粉丝之间的距离 不可以做夫妻 那我尽力去争取 知道我 让他接受我 那如果说 他说我们之间只可以做朋友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怎么办 只要我没有结婚 我照样还是有机会的 我的妈呀